我现在我是挣了一点钱 但我现在钱我都在阿茂那里 阿茂的贸易 好好好 回去再说 看来管得很严 来第三位要直输兄弟的 王建国 然后就逗了 王建国在一个综艺节目里面 他要吐槽的题目 叫做吐槽综艺节目 王建国 究竟是真诚重要 还是饭碗重要 请上台 自行取舍 我试试 掌声欢迎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王建国 我能不能申请一下 我用手持的麦说吗 好不好 把这个降一下 因为这个就不是在吐槽别人了 就是在讲透口秀了 今儿不得劲 你给我个麦吧 这个让我吐槽综艺啊 这个张老师问我这个 饭碗还是 其实我确实不敢 不敢 你们不知道啊 总共我就没上过几个综艺 我跟人客客气气的都不让我去呢 你还吐槽人家更不让我去了 对不对 这样是不是 我就吐槽综艺节目啊 但是我不提就节目的全名 哎 我不说全名你也听不来是啥 不得罪人 是吧 有个综艺叫那个乘风破浪的解什么门 不是 不对 我只是提一下 不会吐槽的 不让你去 这样也不行啊 对吧 还是能听出来吗 换一个啊 有一个节目叫做家务的男神嘛 他咱就把菜坑打到 全打在这个照片的边框上啊 就是家务节目 家务这个节目挺有意思 唯一的败笔就是请了李诞去 他也不做家务啊 我就问过李诞 我说你好意思吗 你自己合计合计 就是做家务这三个字 你占哪个字 李诞说我占作家两个字 不愧是做家 真懂字 就对这个特节目 我就只有一句话想说 就是他不做家务 我做 我做 我做得可好了 考虑一下啊 考虑一下 还有一个节目叫奇葩书 有人说这回你咋不打马赛克呢 他就啥字 我打了你们就真听不明白了 真的 奇葩说呢 是一个辩论节目 可是他们坚持到今天 其实已经完全不在乎去的人 会不会辩论了 你看程璐就在那个节目里 今后承认过他不会辩论 不也录得挺好的嘛 对于这种没有底线的节目 我只想说 我也不会辩论 你们依然可以考虑考虑 好不好 有人说呢 说王家国 你这个配教吐槽嘛 你这不就是一封求职信吗 我就说 我是真的不敢 我是真的不敢 麻烦 我这一生都在逃避麻烦 但是 吐槽嘛 要不这样吧 我就是 我完全 不指定就是节目的名字 我就说这一类综艺 好不好 就说节目类型 这样就可以说点正经玩儿 你看就有的节目吧 整一堆年轻人 拿综艺节目就放到一个地方 集中培训 根据他们的表现 又来评出这个优良即可 很多 不是说喜欢才去的 去就是为了拼一个就业率嘛 选手一来 有的那节目来了好几十个 有来一百多个的 乌阳乌阳跟人才市场似的 都是来找工作的 过去说 评委老师你好 我什么也不会 请问我能干点什么 你说你能干点什么 你好像得会点什么嘛 对吧 选出来之后不管是什么团 每个人都是担当 什么唱歌担当 跳舞担当 颜值担当 搞笑担当 一出点啥事 所有人都往后躲 哎呀 我可没这个担当 真的就是 我就不是拍啥摄影 是吧 是哪个人 或者是哪个节目 因为大多数都这样 这样的占多数 不过我觉得我差不多就行了 一个是时长也快到了 再一个呢 我也觉得 别吐槽了半天 人家是去找工作的 最后回来一看 哎呀 我工作没了 好吗 就说到这边 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建国